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最佳有偏奖 最佳白货奖嘛 最佳白货奖差不多这个 奥斯卡最佳白货奖啊 总哥 咱们那个现在刚刚好 我们上期约好了这个礼拜跟大家聊天 那一晃就出酒了 出酒了 出酒了 还是年 还是年里面对吧 给大家拜个年 拜个晚年 祝大家晚年 晚年幸福 对 这个过年刚刚过 马上你看这个颁奖季就来了 对对对对吧 那个马上这个小牧人的奖就开始了 咱这个放在这儿 对 以后就设个小牧人的奖 对 今天我们不聊那个颁奖 也不聊什么奥斯卡之类的 我们到时候直播再说了 以后我们上台了 你自然能看到了 先吹吹牛 对 那今天我们聊啥呢 聊 聊什么 咱啊 这样 我觉得吧 咱既然是 做 我们都是做 就是做有关电影的事 是吧 对 之前我们也稍微聊了一下 我们聊天的这个框架 然后呢 我跟哈里就商量说 以后啊 我们聊天有一个主项 就是说 我们不论是从这件事出发 还是说最后要叨回来 我们都是跟电影有关的 也就说 我们有可能从电影聊出去 也有可能这个事绕吧绕吧 从这个事 聊回到电影上 就看我们最后能不能绕回来 绕多大圈 就看我们有点空地啊 对对 关键是有滚哥 对 我给你滚出来 对对 你看 我们那个不是临时用了个名字吗 我不知道大家感觉如何 给我们啊 那个 那个就评论一下 好与不好都可以 那是怎么说呢 就是说 滚出好莱坞 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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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好莱坞 滚进哈里屋 对 是吧 滚哥呢 进了哈里屋的这个节目 然后咱们争取在好莱坞这边 有更多的咱们这个同业者吧 能滚出样来 对吧 就这么个解释 通不通的哈 我觉得是这样 咱今儿个啊 特别聊一下这个 关于这个 好莱坞这边的华裔演员的事 哦 对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蛮好玩的话题 对 烙不开嘛 尤其是什么呢 我觉得尤其是那些 咱们不聊这些成名的 就是说的 在好莱坞圈里头有一定角色的这个 那些估计观众比我们还了解 对对对 人家有的是资讯 就是聊一些就是我们这个 呃 现在在这边拍一些独立电影的和这个短片的这些华裔演员 包括哈里 在那他本身也是这个其中之一哈 我也在开始混 已经出道很多年了 对 这个 没有 刚刚 对 这 聊一聊这个生态圈和大伙的这个情况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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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华人演员的话 就是因为我也最近也演了几个小短片啊 那个 呃 呃 但其实也不乏有一些蛮有想法 你谦虚 你不是最近 你你你你从营已经很多年了 据我所知 你知道啥 呃 当年有个叫什么 杨家是不是 你就 杨家只不过群演呃 那不 那不管 那不管 那反正是 上了劲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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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那样都算的话 那滚哥 那在 呃 国内就已经滚过了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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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算是吧 但是我这个吸引了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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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退出影坛 疯什么 被封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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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小心点啊 因为嘴 因为嘴不好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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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玩笑啊 他是那个 就是比如说家里拿的那个小小木人放的太多 那就暂时先摆着就别那个 别影响了那个年轻人 那我们出来 我偶尔演呐也是因为就是好玩 其实也是希望 抛 抛砖引玉吧 就是像我这样的也能演 那我估计很多人 其实都不要灰心 如果你有这个想法都可以来演 那今天我们想聊的就是这个演员 华裔的演员 那在我们这个圈里面 在这个洛杉矶的话 那也是人数也是很可观的 其实不少 其实说不少 而且啊 我觉得年轻的挺多的 年轻的挺多的 是这样的啊 就是 就是 我不知道你去过没去过 就是在哈 哈雷屋 哈雷屋 那边 去过 有好多studio 就是那种给独立片和那个 casting 对 给casting 的 嗯 基本上那里面的演员呢 这个 也收 就是他都不是不是工会的演员 对 好多都是刚刚 哎 开始啊 或者那样的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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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这我发现他们就是这边的演员有一个特点 就是你即使是这种不是工会的演员 即使是你找的群演 他们大部分都接受过这种专业的演技训练 都会上些这种课程 因为毕竟在好莱坞在这嘛 是吧 所以他的平均水平是够的 我觉得平均水平是够的 但是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体会 就是我们这些 呃 我们不要把他跨 先不要把他跨越到华裔啊 或者什么亚裔 就是我们这些先说华裔演员 我有一个体会 就是我们这些华裔的这些 嗯 参加独立短片的这些演员 嗯 他的普遍的学历都非常高 是吗 你发现这个特点 除我之外啊 你也别谦虚 就是我说是 咱先说的 咱先说 咱先说的是这些年轻的这些孩子 对对对 那是 那好多 我有碰到不少 就是在这边是研究生毕业 学的还跟表演 影视啊 传媒这些都没有关系 学的别的专业就喜欢 对 就很奇怪 你发现啊 这些孩子里面好多都是那种 啊 像什么berkeley的心理学院毕业 心理学毕业的硕士 或者是什么纽约大学 什么 呃 生物学的就这个是什么 这个本科 或者什么的 呃 他本来应该可能可能是有一份 应该是非常好的工作 或者非常好的收入的 呃 但是他就跑过来 就愿意参演这些 甚至还没有 呃 没有片轴 或者是还没有上线的这种独立短片 呃 这种情况 我觉得跟那个 就是说 我们不是说区分是美国人 就是说这些 呃 所谓的一些非洲裔啊 或者是一种白白人啊 或者就是说我们当地当地的这些 这些美国人吧 情况还不太一样 嗯 因为我真的看 就是看见过这些啊 就像电影脸的那样的 呃 从什么阿克拉哈玛啊 就这种州的一个小镇 嗯 他也没有钱 然后就背个破包 这个背包啊 然后就来好莱坞 嗯 然后一边打 打工 一边要费着 花着这种 不菲的这种学费 学 学演技 那叫好飘吧 应该算好飘吧 好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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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他的好飘又不是那种 呃 又不是那种 我觉得更艰苦 更艰苦 更艰苦 因为他不是纯粹为了说我当个群演挣钱 那种 他还要付学费去学 嗯 然后他真的是为了有一种梦想 嗯 像这种情况 我觉得 呃 跟我们这个 呃 跟我们这个 很多吧 咱不能说 绝对啊 就是很多华裔的 这个华人的年轻演员 是有区别的 嗯 因为我们这些华演 好像我感觉他们在生活上好像都没什么负担的感觉 嗯 我发现好多啊 我们接 我们接触这些小孩啊 你看啊 呃 再三这个 这个 这个片场 演完片 就比如说当个群演 或者当个林演 嗯 然后你回去跟加他微信 看他的朋友圈 啊 没事 就这个party啊 那个hotel 就是都蛮高级的啊 这种情况 其实 我觉得 在美国当地的这些 就是还没有上线的演员 蛮少见的 嗯 嗯 各有各的优势 对对对对 不一样 就因为文化背景 对 这种各种各有各的优势 对 所以我们在这好处就是说能接触到各种 对啊 流派也好 或者说是人啊 那种出背景 那这样的话 其实你有时候我们去演戏也会 哎 我们 比如说我们演 呃 华人学生的片子 或者是独立片 那还是以 以华人为主 那也有一些 呃 当地的这个 呃 老美啊 或者说其他主义的 作为配角 哎 我 很专业啊 对 演个流浪漫东 那个 是吗 有时候我们就很担心抢戏 对对对对 很担心抢戏 对对对对 很担心抢戏 哎 他们就好像天生会演戏 有这种感觉 我 实际上我是这么想啊 就是 呃 可能由于五官的 呃 老外的五官是比较立体的 你知道吧 所以在镜头前 他 他做 做 做表情或做动作的时候 会更明显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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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觉得 我 我的想法啊 是 我们如果是我们这个华裔的这些 呃 演员们 他如果想这个 呃 有一些跟他们有一些竞争力的话 我觉得我们的优势在于 更往内心和微表情上处理 嗯 更深 更细腻的东西处理 嗯 嗯 这样的话呢 呃 我觉得可能 呃 因为这么说吧 实际上我们这些华裔演员啊 如果是当 如果是在当地 呃 长大的 还 ok 如果是 半路来美国的 我发现实际上 想混进这个圈子 还是有一定难度的 有一定难度的 对对对对 需要一个过程 对 说这个过程的话 我觉得 哎呀 需要蛮多这种机遇 或者说是一些工具啊 或者是他们的信息 一些信息来源啊 对对对对 那关于这个casting的话 我 我也做了蛮多 但是虽然不是casting director 那我 我 我就 就通过这个方式 我也是 给自己建立了一些信息 信心 然后因为给好多学生片给发一些casting call 嗯 啊 然后就 哎 慢慢我发现里面 哎 有 有那么一两个角色适合我 然后我就 哎 慢慢就 哎 就公器私用了 是吧 哈哈哈哈 这个 这个故事应该这么讲啊 是什么呢 是你在这个剧组啊 其实你作为制片 你去供这个亲身去 帮助剧组做一些事情的时候 导演 导演 导演突然发现你的表演才华 把你挖掘出来 哎 应该是故事是这么讲的一般啊 你比如说就是 好像那个 好多明星都是说 我其实我没想演戏 都是我陪朋友去试镜 一下被导演发掘 哎 都是这种故事 这是一个正面的版本 对对对对对 这个 这个挺好 这个挺好用 我记得用一下 以后成名都这么说啊 以后我要上这个什么Hollywood report 之类的 我就这么说 这是个套 但事实上呢 我就是 哎 就是慢慢 混熟了 然后就 脸皮就厚了嘛 就 就 呃 有时候就跟导演说 哎 我也这个 我能不能试一下 主动要求一下 哎呀 可能导演也觉得 哎 最近找这个怀疑演员 这种年龄的好像也不太好 嗯嗯 要不然 就 你试试哈 哈哈哈 哎呀 哎 对对对 对 这 还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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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要稀缺资源 对对 稀缺资源 对对对对 我觉得每个人都是稀缺资源 因为 每个片子 他要的 呃 角色啊 要的人物 可能都很特别 每个导演有各自的想法 然后那个故事有不同的人物 然后那个故事有不同的人物 所以的话 大家可以更加有信心一点 有自信一点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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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试 但是现在就是说我觉得 尤其这些刚步入这个圈子的这些年轻的演员 他们在获得这方面信息 还有这个如何去进入到这个行业 他我觉得很多情况下他会走很多弯路 或者是自己撞很多的 因为这个的话估计我的理解是 每个人看到的信息得到的信息很不一致 不是一个大家都能看到比较公开的 虽然这个行业并不是一个新的行业 但他确实是有一些那种 就是说你还没有接触到可能你完全不知道 那你看之前我们会去上那个backstage 或者什么casting的网站去找一些角色 但往往那些就是基本上找的不一定是华裔的演员 你华裔的演员亚裔演员基本上是可能是配角或者什么 所以就是就现在就开始聊到正事 对对 那个你看我我帮学生 学生他们一般住在那个都是好莱坞这边啊 或者是西西西西洛杉矶嘛 那他们有时候他接触我们这个华裔圈还还不多 所以这是一个就是我我就起到了一定小小的作用 包括这边也有好几个就是casting director也是资源非常丰富 包括那个亮亮啊 tom cho cho啊 tom cho啊 大家都认识了 对对对对对 他们我们也会相互的就转发一下啊这样的就就挺好的 然后另外的话我认识一个朋友他叫颜凯 啊他你给我提过 对提过我们跟我聊过一次嘛 然后他呢就一个哎呀我觉得就我只不过就是一个转发 嗯对稍微做一下啊改改成我的格式去发成做成视频 视频但他呢他花了几年的时间做了一个网站 那不得了casting那个网站 对啊tocasting 而且而且而且我我不是上回听说是就是这个就是现在就讲呃还不是说亚裔就还基本上是还专门对华裔演员的嗯是吧嗯就是当时我们在听这个事的时候我就理解我我觉得我们当时理解是如果作为一个商业行为的话其实这个我们当时都觉得没有前景是吧就对就不是那么大的市场不是那么大的市场是吧 那我我当时也挺好奇就是说他颜凯做这个事到底是为人对对为人嘛然后激情在哪对你因为他是他本身他也不是他也不是做电影这个行业 他是做it行业对对对对对所以我我当时就就就就也也也有点想知道他的最初动机 然后看看能不能就是说在其中有一些我们能够帮助他做事或者我们能一个合作的东西毕竟我们就说虽然小打小闹呃我哈那那个就是毕竟有接触过嘛所以的话他呢他不是电影人他就根本就没有是没有参与过任何的电影呃呃制作 但是但是他的激情就他就就就就指定他就要做这个他说也做好多年了也做好多年了那大概有四五年吧 我觉得能坚持做一件事真挺不容易的是的所以的话我呢今天呢为了丰富我们这个节目呢我想请他到我们这 那当然真人来不了他在北加然后我就电话连线然后让他来跟咱们来聊一下他的想法 嗯好吧就是真的他为什么做做对对对我马上打给他 约好了哈对对对约了 他是就是it出身然后现在一直还在做然后我们也在聊了一次 对对就感觉挺真诚的一个人 你好颜凯 哎哈利你好你好颜凯啊我们两个在哈你看不到我们 阿润在这对对对滚哥滚哥他现在就你叫他滚哥就行了那个 对滚出滚出好莱坞滚进哈里屋 对正式滚起来看了 哈哈哈哈所以今天也把你给滚进来了 嗯啊那个刚刚简单介绍了一下你的情况 然后现在就麻烦你跟我们的那个观众聊一下就是你的想法你当时为什么做这个 然后中间是怎么想的然后遇到什么困难将来打算怎么做 然后我们就是大概的讲一下 详细的我们可以留着下一期啊我们如果观众就比较有兴趣想要就通过你们这个平台 然后来来来那个就是找到机会的话 呃我们专门做一期这一次我们先简单介绍一下 对 您请 好的好的 谢谢谢谢谢谢哈里 不用客气 谢谢 谢谢 谢谢邀请我 客气 嗯 呃对我们做了就是我们做这个toolcasting的这个平台啊就是其实他我们的初衷呢 其实是就来自于一个一个非常自然的一个嵌入点吧 呃就因为哈里屋你也知道我大概十年前来到来到美国 嗯 然后呢又从博士顿搬到洛杉矶 在洛杉矶呢又认识了好多亚裔演员朋友 嗯 还有包括还有一些呢是从中国来美国 学习或者是在好莱坞工作的一些一些同学 嗯 嗯 那我们聊了很多 但就你要想十年前的 亚裔的这个演艺圈和现在是完全不一样 现在媒体非常发达然后亚裔也争取了很多权利对吧 但是当年其实亚裔在整个演艺圈里其实还受到种种不公平的 呃也很难融入主流 得到的一些机会呢也是非常的不容易 所以呢当时在聊天的过程中我们认识到呢 我们亚裔的包括演员也好 还是来这个圈子里呃 深造的别的一些演艺相关的人才也好 我们发现发现了一些生存困境 那当然就包括比如说美国本土的一些平台一些软件费用很高 然后呢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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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about that 各種各樣的困難 還包括語言困難等等 所以我當時跟這些朋友聊到一起了之後 我發現為什麼我可以用我的 因為我是計算機領域來的嘛 所以為什麼我可以用我的計算機互聯網相關的知識 來看看能不能搭建一個平台或一個網站一個工具 來幫助亞裔的演員 或者是來美國學習的這些人才來看怎麼來更好的 一是減少他們的開支 第二是能幫助他們更好的展現自己 能曝光自己 所以在那麼一種環境中 大概討論了好多好多次 當然哈利英也是其中一個 是吧 找了好多人聊天 所以我們就慢慢就做了這麼一個平台 目前來說我們平台主要就是幫助項目方 來PO這個選決的這個需求 這個casting call也是我們叫的 然後演員這邊呢 通過我們平台可以看到這些casting call 能看到信息 然後可以申請 包括他還可以創建自己的電子的這個profile 當然了 過去一兩年由於疫情也稍微阻礙了一下 這個整個這個行業的發展 因為很多劇組不能拍片啊等等 但是現在因為有很多好消息出來嘛 是吧 包括有很多疫苗出來了 可能今年下半年疫情會好 所以我們平台也在逐步增長有越來越多的 選決導演 編劇 還有演員來加入到我們這個平台 在我們平台上註冊 所以包括接下來對於將來這個計劃呢 我們也是覺得就除了 除了演員這一塊之外 畢竟拍電影不是只有演員一方參與 這裡面還有包括別的很多很多的人才 包括有攝影啊 編劇啊 化妝啊等等等等 那我們如果真的想要把這一個群體 這一個團體凝聚起來的話 其實我們接下來的目標就是要納入更多的這些功能 更多的這些項目方 這樣把人才匯總到一起 這樣才能讓我們這個平台能給這個群體帶來更多的價值 所以大致的差不多就是這麼一個情況 嗯 目前你這個網站註冊啊 使用的話是免費的 是嗎 是的 是的 對 目前來說是的 一直都是免費 目前 到目前為止 對 都是免費的 嗯 那就是我特別就說 佩服你的 就是說你這種堅持 還有對這個方面的熱愛 我也是提我們這個 這些華裔年輕演員啊 我提一些問題啊 是這樣的 就是 呃 就是咱們也聊過幾回嘛 是吧 呃 然後 以我的理解 就是說你 你在做一個事情是要給這些 呃 華裔的演員 尤其是這些剛起步的華裔演員 呃 給他們搭建一個橋樑去進入這個 他們想要 呃 或者進入的 或者嚮往的一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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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圈子或者是一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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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一個 事業氛圍也好 你是搭建這麼一個橋樑 對吧 那 在搭建這個橋樑的過程中 你認為對這些華裔演員 他們 最應該先 就是說對他們最重要的一個因素是什麼 就是 他們應該具有這麼一個素養 當然除了表演的演技以外 就是我怎麼能夠更快的進入這個行業 你能聊一下嗎 呃 可以 Aaron 我覺得呃 這個這個這個問題本身也也也也特別好 呃 就是 當然了 要影響呃 就是要決定一個一個一個演員 他想要如何快速的進入好萊塢這個圈子 肯定有很多很多的因素嘛 對吧 呃 就我 我們現在的經驗和我們現在認識的一些朋友啊 還有包括我們一些平台上註冊的用戶 呃 我們現在得出的一個結論 我覺得其實最重要的一個因素呢 是呃 呃 廣義上來說的一個語言這麼一個問題 也就是說 一是你本身呃 你這個表達要流利 這是肯定的 就是不能有特別重的口音 當然就這表達是一方面 還有一方面就是你對這個劇本 包括你跟導演如何交流 你對劇本這個人物的角色如何去去理解 這些其實都跟語言有關係 包括語言背後的文化 呃 包括這個角色所闡述出來的這個 這個語言上面的一些變化等等等等 所以我覺得這一塊 就這個廣義上的語言這一塊 其實是非常重要 誰如果能在這一塊 讓就是能力提高的非常快的話 它就能越快的融入這個行業 所以我們說的現在就說的不是說美國 比如說有一些華裔是美國當當地啊 這個出生的或者在這長大的孩子 那基本上在語言這塊當然是就沒有問題了 但是還是面臨著一種就是它不光是語言啦 可以說是一種文字的理解 是吧 呃 包括這個劇本的理解 它不是光是說的這個說話啊什麼 當然台詞也是很重要的一個環節 我也了解到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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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呃 所以語言是一個一個比較重要的一個環節 但是有的時候你說他們要是比如說那個導演 他就要一個有有口音的 或者一種像外國人一樣的口音的這個 這情況也有 是吧 嗯 那就本色出演 本色出演 但是還是你要讀得懂劇本能跟人共同 不過我大概能理解到就是言凱的意思就是說 就說作為他這個角度 他怎麼通過這個平臺能夠幫助到你 啊 對吧 比如說是 啊 將來我們有更多的Casting Call 例如有一些 呃 不是華語的一些片子 那你怎麼讓他們一些翻譯啊 所以這是 或者說一些那種交流啊 所以這個是我想另外想問的另外一個問題 就是說呃 其實是同一個問題 就是除了剛才說的語言以外 就是說如果我們這些年輕演員 呃 我剛才指的是一些本身的素養哈 那除了這些素養以外 還有沒有一些比如說 呃 資料性的東西 是你準備好了以後工具啊 我們會可以 可能會讓導演更容易挑上你的這種東西 我們有沒有一些介紹 哎 或者說我們網站能幫著做的 呃 的確有 的確有 我覺得這也是一個怎麼說呢 因為任何一個行業都有自己的規章 有自己的格式 有自己的一個流程 對吧 所以我們剛開始做這個平臺的時候 其實也是考慮到這一點 嗯 那就現在來看呢 我們主要有兩個價值是 是帶給我們亞裔的 或你来支持别的一些用户 就是说第一个 就是你也知道 你在投一个项目 或者你在选决之初 你自己的headshot 自己的头像 怎么拍照 然后包括你的个人的简历 怎么填 都有一个相对应的一个规则 和一个格式在那边 对 那我们的平台呢 就建立了这么一个模板 可以让你非常方便地去录入 上传你的照片 还有提醒你的履历 对 所以这是一个价值 第二个呢 就是当你填完了之后 其实更多的是 你怎么去跟项目方去互动 也就是你看到这个角色 你发现你很喜欢 它很适合你 那你需要去申请 那申请这个动作 我们平台提供了 这么一个自动化的一个功能 那在这之外呢 其实更多的价值是在于 你怎么去跟选决导演 怎么去跟这个项目方去沟通 比如说你怎么拿到本子 你怎么去读这个东西 然后什么时候去现场 去表演 什么时候去试镜 那这些是我们现在能够提供给用户的两个比较重要的一个功能 那当然了 我之前也说了 整个拍摄 整个影视圈 不光只有这两个环节 还有很多很多环节 所以我们 所以 我要做就是想把更多的给融入进来 所以你刚才说的就是很多那个试镜是有线上可以进行的是吗 对 对就是说他一旦投了之后呢 有些项目组他可以通过线上的视频 或者通过比如说我们比较熟悉的zoom 对吧 那他就可以在线上进行表演 读这个台词等等 那你们现在这个平台现在有这个功能吗 比如说我是个Casting Director 我在上面 Pow了这个Casting Call 然后我也大概就是 我自动就会收到一些 看到我这个消息的人 有兴趣的人就进来嘛 然后我同时也会告诉大家 哪一天是我们的audition 是那个通过视频来的 那是不是有没有 直接我就在上面 我就 到了那个时间 我就 大家能够上来 就像zoom这样 这个目前有吗 目前来说 我们平台本身其实没有 直接可以视频的这么一个功能 我们还是借助于zoom的这个平台 因为他毕竟 对他毕竟已经非常成熟了 当然zoom也是我们华人 创办的一家公司 所以当比如说选举导演 填了时间 填了这个zoom的这个链接之后 到了当天 这个用户可以直接点击 那个zoom的link 然后就可以和那个副导演开始进行交流了 嗯 那我想是这样子 就说的现在这个什么线上试镜啊 因为现在这个疫情嘛 是吧 呃 但是即使没有疫情的啊 我想这个线上试镜也是一个趋势 因为比较方便 不用跑来跑去 但是我个人啊 还是有一个看法 我觉得电影 它究竟是一个关于人的 呃 不管是行业还是艺术吧 它是关于人的 那我觉得线下这块啊 互动 互动啊 我觉得亲身感受演员的状态啊 什么的 这个还是必不可少的 所以我希望就是说将来有机会的话 我们可以线上线下同时合作 把这个东西退出了 是吧 对对 嗯 做一些活动啊 线下的 对 很好 那这个就是我们也今天也说就也呃 也没有足够的时间去展开说那么多 然后同时我想也是呃跟我们的观众也做一个那个互动 先开个头 对 先起个头 对 哎 等于说颜凯你在做这么一件事情 当然还有很大的空间可以发展 对 那那我想问一下就观众 你对 先让大家知道 对 你知道 然后或者说你有什么想法 有什么诉求 对 你有什么诉求 你觉得 你你你都咱咱咱咱要不要把回头做一个 哎 那个请请上这个网站 那个那个 这个肯定会有 我会在那个评论那里 对对对对 发一个链接 对对 发一个链接 上去看一下 对我们 对体验一下 然后之后呢 就是说在我这个视频的下面呢 也可以提出你的想法 对 然后来就总之怎么说呢 我觉得颜凯 包括我们都是蛮希望做一件事情 让大家 我们也能取得一些成成果 然后你也能收获 这样是我们最希望的 对 就是说就是大家其实呢抱着都是一个心态 就是我们没有那么多想法 大概大家都是出于一种对对这个行业的一种热爱才才进来的 我想当然了这里边这个圈子是有有关名利啊 有些这个这是必然关系的 但是我们在做这些事的时候最初的初衷大概都是热 是吧 对对对 所以志同道合吧 志同道合吧 那今天要不 我们今天就跟颜凯连线 就说到这 然后下回我们再请你再过来 说他们讲一下 就说 以及回复一下 如果我希望有观众会给我们留一些言啊 这样的话我们真的可以就说 也许我真的可以回答 比较有地方师的去回答一些东西 对对对 我们就下回 我们继续想想聊 关于这个我们的想法 谢谢杨凯 谢谢杨凯 谢谢了 刚开完会好像 谢谢Aaron 谢谢阿里 好好好 拜拜 新年快乐 拜拜 所以这个 我觉得他其实 我觉得做这个事情 其实蛮值得推广的 蛮值得推广的 但是他行事 对 但这个就我觉得就是一样 就像我们做节目也一样 希望听到你的声音 你只告诉我们 我们哪里说的好像就OK 哪些地方不行 或者说你想要得到哪些 对你哪怕你说点不好听的呢 是吧 没关系 对没关系 我不暂停 我不暂停 我们这个你评论了我们就有劲儿 对对对吧 对对对 就这么一感觉 行 那我我带我走 我就听郭德纲相声去了 对你对这个对说一个这事儿 咱们上回留一扣子 关于郭德纲的事儿就一直没聊 对对对对 这个回头咱聊一下 简单聊一下这事儿回头 下期的 我觉得有的聊挺好玩的 因为最近我也老听 对因为之前这事儿还挺热乎的 这两天稍微的有点冷掉了 但是我觉得这事儿值得一说 对这个不是我们不是不用趁热度 我们就聊想聊的东西 还是那事儿 嗯 不管聊什么 我们最后肯定绕回到电影 对 始终是滚出好莱坞 对 滚进哈利物 对对对 好吧 那就这样吧 拜拜 哎 来来来来 哈哈哈 聊得有点长吧